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本护照或双重国籍的概念令人难以置信 几乎所有国家都极力反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 居民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已获得认可 因此产生了更宽容的观点 因此 我们现在可以找到许多对美国公民 简易取得第二本护照的国家 与几乎所有事物一样 取得和维持第二本护照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然而 随着双重国籍的趋势日益增长 好处似乎远大于负面影响 优点包括但不限于环球旅游便利性 更好的社会与经济福利 更多商业和就业机会以及某些税收优惠 因此 可以了解取得第二本护照的吸引力 寻找最简易的国家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理所当然 美国人正宜居何处 对第二本护照的需求不断增长 促使许多人 尤其是富人搬迁到全球各地 根据国务院的最近估计 约有900万美国人居住在国外 观察显示 40%的美国海外居民选择宜居西半球 包括加拿大 中美洲和南美洲 26%移居欧洲 14%移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另外14%移居中东 许多著名的美国企业家因取得外国国籍而登上新闻头条 OpenAI共同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 Sam Altman取得印尼黄金签证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Inc股票代码 Google前任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施米特 Eric Schmidt选择塞浦勒斯黄金签证 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 PayPal Holdings Inc股票代码 Pypal共同创办人及Facebook Meta Platforms Ink股票代码 Meta早期投资者在2011年获得纽西兰国籍 因此显然有一些国家容许美国居民轻易取得第二本护照 如何取得第二本护照 要取得第二本护照 主要有四个途径 出生血统取得国籍 通过婚姻取得国籍 通过投资取得国籍 以及通过居留权投资计划或规划取得国籍 出生血统取得国籍 是指出生于拥有该国国籍的父母 自动为子女取得相同国籍 能证明与公民有血缘联系也可获得国籍 通过投资取得国籍 主要是透过在该国进行经济投资 规划是一个程序 通过此程序可通过在某国获得居留权 通常是透过投资 并通过在该国居住一定时间而建立关系 最终取得国籍 或者与该国公民结婚也可获得国籍 因此 根据所采用的方法 美国居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 在多个国家取得第二本护照 不止美国居民 跨国公司也在扩展欧洲业务吗 欧洲市场位居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制列 随着移民者不断涌入这些国家 也就不足为奇 越来越多公司正在扩展其在欧洲的业务 30%的美国公司进军欧洲以实现利润目标 32%甚至推出新产品 以开拓这个蓬勃发展的市场 特别是爱尔兰的经济 在2022年受惠于跨国公司的巨大正面影响 这些公司贡献了56%的总增值 其中包括苹果公司股票代码 Apple、Facebook、Meta Platforms、Ink股票代码 Meta、辉瑞公司股票代码 Fee和谷歌、Alphabet Inc股票代码 Google等巨头 值得注意的是 由苹果公司股票代码 Apple、Facebook股票代码 Meta和谷歌、Alphabet Inc股票代码 Google等跨国公司主导的信息与通信领域 见证了最显著的扩张 辉瑞公司股票代码 Fee正积极扩展其在欧洲市场的业务 最近的发展正显示出这一趋势 2023年10月 这家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公司股票代码 Fee获得无条件的欧盟反垄断批准 以430亿美元收购肿瘤药物制造商西雅图基因公司Sand O 总之 美国人获取第二公民权的途径各有不同 包括血统关系 居留权、投资移民以及直接投资获取公民权 具体而言 新西兰和意大利通过血统关系是最简单的选择之一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路西亚、瓦努阿图、爱尔兰、塞浦路斯等国家 则提供了投资移民计划 加拿大和安地卡及巴布达等国 则通过居留和自然化途径较为容易 对于许多美国公民来说 加勒比海岛国无疑是最方便的选择 像格瑞纳达和圣基茨和尼维斯这样的国家 通过少量的投资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公民权 且无需长期居留 总体而言 世界范围内存在着许多对美国公民较为友好 投资额较低 申请流程简单快速的第二公民权选择 美国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条件 选择最适合的目的地国家 这为追求更自由全球化生活的美国公民 提供了有力支持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